你一定会学会怎么样用Video Scribe来做动画 好,现在我们来建立一个新的文件 Click this button,Create a new Scribe 这是一个新的文件里面,什么都没有 我们先开始第一步就是选图 到右下角的这个Button去Click 好,你可以看到左边的一排呢 都是各种各样的分类 有Money, People, Female, Male, Scenery 有很多种,你看它大概有这么多 一直到Weather, World, Tools都有 我点开几个你看看 Weather,各种各样的下雨啊,太阳啊,月亮啊,什么彩虹都有 我们选一个吧,选一个,这个好吧 好,你只要选好了,Double Click,它就Load到这个画布上来 你可以把它放大,缩小,你还可以把它移动到你喜欢的位置 好,你还可以看到中间这个吗,它可以稍微的倾斜,可以转动 好,稍微的转动一点,太多了啊 OK,就是它吧 好,把它转动好了 我现在可以再加一个图 我还是点这个键 这时候我不想去到这些类去再去挑了 我觉得挺烦的 那么我还有一个办法 就是我在最上面的这个Search里面呢 我敲一个我想要的东西 比如说我想要一个太阳 那么你就敲一个伞 然后打进去 你看它各种各样的伞自动就出来了 这样的话会省一点时间啊 那你说这些有红道道的这些是什么呢 嗯,这些是要收钱的 你看,你看它图做的真的很不错 可是这个是要花13块8毛9 我觉得还是蛮贵的 所以我从来都不用 只能真是看着就是用不了 好,我们只能用免费的 那么找一个漂亮一点的免费的 好,这个吧 好,double click 我把太阳拿进来 放在右上角吧 好,你看这两个图画 它在下面是按顺序的 所以先播放第一个 再播放第二个 好,我们把它play一下看看 按最上面的这个键 就是从头play 好,开始 OK 好,我们一个输入图形的方法 点这个键以后呢 比如说我找了图形 然后我找的这个 它里面提供的大概有几百个吧 我觉得都不满意 不是我想要的 怎么办呢 我这时候就可以点这个键 这个键呢 它就直接到我的folder里面去找file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去直接从file里输入你的图画 这个file呢 最好是svg的file 就是适量图的file 好,因为只有这样的话呢 它才能够达到一笔一画的效果 我这里有几个都是我自己在网上下载的 比如说这个student 我给你点一下 你看它的名字叫student 最后的extension name是svg 好,这是一个女学生的形象 把它放在这里 好,你看一下它的画出来的图是什么感觉 你看它也是一笔一笔画出来的 那你说这个file我去哪里找呢 我可以给你推荐一个网站 可以看一下这个网站的名字叫做 叫做pixel bay 我会把这个网址呢 放在下面的那个信息框里 你到这里面去找 比如说我找 这里面有散吧 看看啊 它的散就很多了 那就很多了 但是呢 你一定要在这个图形的type里呢 要选一下 一定要是这个vector graphics 因为这是适量图 适量图呢 才能够有动画的效果 会更好一点 其他图也可以了 但是我建议你选vector graphics 它有动画一笔一画画出来的效果 你看这里面的太阳就很多了 对吧 然后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 我觉得这个不错 然后是free download 这个网站都是很不错的 没有版权的问题 所以你可以放心的用 当你download的时候 也是一定要选择这个vector graphics 这个radio button 一定要选它 然后再download 这样的话这个file就download到你自己的folder里 然后你去用它的时候 你去用它的时候 点这个键 然后选那个file 你刚才download的那个file就可以了 好 这个基本上就是怎么样去选图 有三种 我再总结一下有三种办法 第一个就是你自己去search 在video script提供的library里去search 用这个地方 第二个就是你可以去它的分类里面去找图 你去找各种各样的 这是money对吧 你可以去找找吧 以后double click就行了 第三个就是你可以去用文件的方式导入 好不管是哪种呢 就是一旦你这些图你用过一遍了 它都会在右边的这个部分呢 给你显示出来 你看这是我刚才刚刚导入的 这是前面的导入 都是按顺序的 它都会给你保留 这样的话方便你可能再使用 对吧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方便的 这一期就先做到这儿吧 这个主要是告诉你怎么样去选图 那么下面呢下面一步呢 我就要告诉你怎么样去设置这些图 让它怎么样才能有动画的效果 好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 坐下来 所有人都一个在 champ ra 看到自己的生活 用社交换器 您记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